您最想关心的话题ING 他之前访问了北京 以及海气会前董事长 江敏昆辞事的相关焦点 我们在今天连线 中央涉助北京记者周慧莹 来提供你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非常欢迎慧莹 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好 你好 慧莹我们现在关心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大陆领导人 习近平在本月初的会晤中 同意双方的贸易战休兵90天 而中国国务院附赠刘鹤11号 和美国参议部长 美母亲以及贸易代表莱特海泽通电话 就您的观察以及了解 美中贸易谈判有哪些新的进展 是 我们知道美国还有中国的贸易谈判代表 他们日前通了电话 那中国商务部也在第一时间 就公布了这个消息 那除了路线图方面 主要最重要的就是时间表方面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中国方面可能在明年初的时候 派代表团到华府去跟美国讨论 那预计在明年3月1号之前呢 双方要达成协议 那我们知道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呢 中国大陆把美国进口的汽车关税 由原来的15%加增到40% 那现在因为双方已经在谈了 预计要达成协议 那中国方面会将这个美国汽车的进口关税 再调降回10%的水准 是 非常谢谢惠莹 您带来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那么就在我们关注美中贸易加征关税 那么暂缓90天 同时目前双方正进行进一步的谈判的同时呢 我们关注最新的进展 就是在这个月的1号 就是川习会召开前 中国大陆华为集团的财务长孟晚舟 他过境加拿大时被逮捕了 那么加拿大政府是否在第一时间通知北京 目前看到讯息是双方各职一词 那么这起事件详细情况 在中国大陆那边 你掌握的一些相关讯息有哪些 中国大陆跟加拿大各有哪些说法呢 对 我相信包括力杰跟企业 还有听众朋友应该都蛮关心这个事情的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 看起来是一个司法的事业 其实是充满了政治的意味 因为孟晚舟她除了是 华为公司的财务长之外 她其实也是华为创办任正非的女儿 她是她的长女 因为华为在中国大陆 应该算是一个最重要的企业 民间的企业 那华为在中国大陆的地位 还有就是孟晚舟的身份来说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等于是在中美关系之间投加的一个震撼单 因为像中国方面的话呢 他们除了官方的反应很强硬之外 因为这个事情 他是一号的时候被抓的 那加拿大是过了几天才公布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一公布之后呢 中国官方就很强硬的要求 加拿大跟美国必须要说明这个事情 还有就是要立刻的放人 那另外一方面呢 你许亲众朋友可能会想说 美国为什么会看到这个事情 因为加拿大是在美国的要求之下 逮捕的孟晚舟 他的理由是因为华为 还有他呢 就是等于触犯了美国 对伊朗制裁的出口禁令 所以就是要求加拿大 在孟晚舟转机的时候呢 抓他 然后要要求把他引渡到美国受审 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中国外交部除了就是 多次的要求放人之外呢 他就是先后召见了 加拿大美国驻北京的大使 反映了就是他们强烈的抗议 除了官方之外呢 其实民间的反应也非常强烈 因为对中国大陆民众来讲呢 华为其实是一个中国代表性的企业 那创办人认真飞的女儿 被加拿大跟美国逮捕 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小可的事情 所以民间的反应也非常强烈 甚至中国又爆发了一波新的反美的情绪 那我们看到最新的进展 加拿大的法院在11号的时候呢 让孟晚舟假释了 但是他虽然已经是获保释了 但是因为美方还是要求 把他引渡到美国去受审 所以呢 美国是不是会取消 就是对他的这个指控呢 然后是不是会把他引渡到美国去呢 我觉得是观察的重点 因为我们也看到了 美国总统川普 他以前接受路透社访问的时候 他也谈到了这个事情 他说如果说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利的时候 他会出面来介入这个事情 当然就是说 他在美国方面 就是招致了 就是对于司法的一些批评 但是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呢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 川普是一个最典型的总统 那这个事情到底是会 偏向司法 还是偏向对自面来决绝 我觉得是后续观察的重点 未来发展 我们继续来关注 那慧云刚刚有谈到说 孟晚舟被捕的事件 在中国大陆引起相大的震撼 那不晓得 各界对于他被捕这件事情 有哪些解读 对 他的时机点呢 其实非常的让人有联想性 因为我们知道 12月1号的时候 两位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 那孟晚舟呢 也是在当天在加拿大被捕的 有很多的说法就是讲说 其实两国领导人 在川喜会当天 就不知道这个事情 但是后来美国方面否认 说川普知道 那习近平是不是不知道呢 目前没有办法证实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时间 加上中美贸易现在要谈判 那所以很多人 就是很多的预测 或者是说分析就会讲说 这个事情可能是跟 中美贸易战有关 每个就是美国方面 可能是要以孟晚舟的事件 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 但是虽然就是华为 跟孟晚舟这个事情 其实是非常重大的事情 但是大陆的学界他们有很多的分析 就是讲说在贸易战事大的情况之下呢 中国官方会做分割处理 就是好好的来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虽然官方表态是很强硬 但是官媒在处理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其实没有做在很显著的版面 他们把 比如说以他们召见两国驻中国大使的新闻 他们做的版面其实是非常小的 就是并不刻意去凸显它 这个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不希望把这个事情扩大 影响到贸易战的谈判 好 非常谢谢惠言 您来自北京的观察 我们在今天关注有关美国 还有中国大陆重启贸易谈判之际呢 最新的发展事件是 中国大陆华为集团财务长孟晚舟 在过境加拿大时被逮捕了 那么中国大陆采取哪些态度跟立场 还有后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 非常谢谢 中央社助北京记者周慧莹 带来你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而在稍后节目当中 我们再继续连线会营 那么邀请慧莹来跟我们谈 敏包师傅吴宝春事件 还有国民党籍的朋友县长当选人 赖峰伟访问北京 那么有哪些期待 还有海基会的前董事长 江炳坤日前辞世 那么在中国大陆台上 对于他推动两岸经贸交流 又有哪些看法 我们节目稍微回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 洋广记者黄伟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 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个是感染孩子 病的孩童 那分散在广播上 从政经情事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 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 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 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 新闻部黄历杰 谈起前制作主持的 两岸ING 是阳光背方 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 是两岸ING 我们今天节目中 很高兴连线访问到 中央社助北京记者 周慧莹 接着我要请慧莹 来我们观察 就是曾获得 世界面包冠军的 面包师傅吴宝春 其面包店 近日将会在上海开幕 不过呢 却被大陆网民评为 是这个台独面包 进而引发一连串的风波 慧莹 您可以先跟 听朋友说明一下 这起事件详细的情形 是怎么样子呢 是 吴宝春 他在上海的面包店 就是不要开幕 但是呢 在九号的时候呢 有大陆网民呢 就在网上讲说 把它评为台独面包 然后有一些那个 我们知道网购的平台 就把它下架 吴宝春 所以他在十号的时候呢 他就发表了 他在官方脸书 他发表声明说 他身为中国人 是我的骄傲 那两岸一家亲 是我坚持不变的态度 然后他也表态 支持了九二共事 他的表态呢 在台湾呢 其实激起了 蛮大的反应的 那他除了官方脸书 被灌爆呢 那支持他 还有反对他的网友呢 就是 其实意见蛮两极的 那有人是聚买 有人说我们要聚买 你的面包 但有人有讲说 这个面包 是不是好吃跟政治无关 觉得说不用把这个政治扯进来 谢谢惠音带给我们有关 吴宝春事件整起风波的 大概经过 而中国大陆国台办 对这起事件 又有哪些说法呢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国台办刚好举行了记者会 那媒体也很关心 就是台办对这个事情的说法 国台办发言人 马晓光在里面就讲了 他说这个事情呢 其实是跟两岸近两年的 一些政治氛围也一番 其实并不是大陆网友 就是刻意地挑起这个事情 他们也认同 他是被台独 但是他们觉得说 这个被台独的起源呢 可能不是大陆网友 大陆网友是因为近两年来呢 可能台湾一些 特定的媒体的一些报道 或是一些特定人士的一些解读呢 让大陆网友可能就是比较 会对一些事情比较敏感 才会把这个事情 导向这样子的发展 是 那么吴宝春表态支持九二共识 蔡英文总统在之前表示 台湾人都懂这是政治压迫 那么这种无所不在 威胁是两岸关系倒退原因 那么希望中国可以 把政治前提拿开 让两岸交流正常 且健康 是 这些事件未来会如何发展 我们持续来关注 接着要请欢迎为我们来观察 国民党籍的澎湖县长当选人 赖峰伟本周访问北京 并会见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而赖峰伟是九合一选后 首次登陆的准县市长 您之前也前往采访 不晓得赖峰伟准县长 对于这次访问北京 他有哪些表示 赖峰伟他到北京来呢 主要是针对澎湖的 观光旅游的发展 那他们其实也蛮短的 就是来了两天 然后就回去 赖峰伟他接受 台湾媒体访问的时候呢 他是觉得说 其实这个成果是蛮丰硕的 因为国外办给他们 很好的回应 甚至就是说 可能会成立窗口 就是说 日后他们有一些什么 需要的 或者要反应的话呢 就直接退出这个窗口来办 而且他是讲 就是说呢 他在跟国外办的主任 刘洁一谈话的时候呢 他们有谈到 就是未来 蓝营的县市长 对我们交流的时候呢 他们在向国外办 反应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呢 今天澎湖这个模式呢 就是他们未来来访的模式 不过 在国外办计准会当中呢 有 就是针对这个事情 有提问 就是说 所谓的这个 澎湖的模式 是不是就是将来 蓝营县市长 来访模式的问题 那国外办发言人 马晓光他有讲了 他是讲的比较婉转 他是说大陆方面对 就是在 蓝营县市长交流之后呢 他们会做出积极的回应 但是有一些说法呢 可能是 应该就是讲 就是说 他们官方并没有正式 就是所谓的工户模式 就是未来 蓝营县市长到访的模式 另外 对于外传 陆委会请托 赖峰伟 向刘吉予传话这件事情 不知道赖峰伟 对此有什么样的表示呢 是 有许多媒体 把陆委会 就是委托赖峰伟 传话这个事情呢 就是作为一个重点 但是在 峰伟他本人 在北京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他其实蛮低调的 他一直在讲说 这个就不用再提了 但他也有讲 就是说 他说国外办 其实也知道 就是所谓的 也会委托赖峰传话的事情 但是他后来也讲 他说其实如果会 请托他们传话 这个事情是 才一算后大家在聊 并不是说 好像很正式的 会托他们传话 好 非常谢谢 慧莹 带给我们这样的说明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谈的是 海基会前 董事长江炳坤 日前 此事享受85岁 我们提到 江炳坤 在担任 海基会董事长之前 事实上 他也曾经担任 金监会主委 对台湾的经济方面的贡献 相当卓越 那么在此事之后 包括立法院院长 苏嘉全办公室 也表示对他的感念 那么在这边 我们要谈的是 江炳坤在担任 机会董事长任内 他曾经跟 大陆海协会会长 陈云林 举行八次的 江城会谈 同时也签署 许多协议 那慧莹 你在最近刚好 有访问 这几年跟 江董事长 互动相当多的 一些台商 那么对于江董事长 他推动两岸经贸 合作交流 有哪些看法呢 是 许多台商 跟江炳坤 都有其实 很好的互动 那像 比如说 我访问了 北京的前台商会长 林清发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其实是 蛮有情绪的 就是他就是 有时候甚至就是 讲话就是 有一点哽咽 这样子 他是说 他其实蛮 随不得的 因为他当 北京台资 协会会长的时候 刚好是 就是两岸副谈的时候 当时跟他 有很多的接触 他说他经常 向江炳坤反映 台资界的意见 跟需求 然后也获得 很好的回应 我们知道 江董事长 他其实 他是一个 做事跟做人 都很仔细的 甚至就是说 有时候台商 跟他反映事情 他就是会自己 拿字笔出来 记一点一点的记 那台商其实 就是蛮受用的 然后有时候 跟他反映什么事情 他都会记住 然后以后再跟台商 见面的时候 也会自己主动的提到 就是说 这方面的发展 是怎么样 所以他去世之后 包括林青发 这些台商 其实他们都是 都是蛮感念的 然后他们也提到 就是说 其实他们觉得说 可能 因为江平坤 他可能就是说 他现在应该 年纪高了 但是就是说 好像也就是 卸除了一些职 但他觉得说 好像还是 为台湾打拼的 这个心情 一直都没有放下 可能也是因为 就是太过劳累了 所以才可能 不幸辞世 是 江平坤 董事长在他担任 海基会 董事长的任内 和当时的 大陆海协会长 陈宇宁 举行了八次的 江城会谈 签署了许多协议 对两岸的 经济合作交流 有许多的贡献 好 我们今天节目中 是访问到 庄社驻北京记者 周慧莹 针对相关一提 我们带来第一手的 采访观察 非常谢谢 慧莹接送访问 谢谢您 谢谢慧莹 谢谢 谢谢